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讲的是 将数据区算对比一览无遗 直条圆形组合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范围里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各个年份的销售额 然后来这边会有一个辅助点 这个辅助点是抓销售额的最大值跟最小值的加总 然后再来计算出它的比例 这样比如说每一年份的销售额 它所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那为什么要有个比例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在原形组里面 我们要显示这个比例 来去跟它做对比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前面三栏的资料 框起来 就A1到C6的储存格子 框起来后 选择插入里面我们的图表 一般我们选的是建议图表 那你要选择是有折线图的 像现在这种 有没有看到有年份 有磁条图 有折线图的这个 那万家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到下面去找 下面有的就会出现 让你看你要哪一种 它会出来 好了以后我们按确定 它就自动产生一个图表出来了 产生一个图表出来 那因为我们单纯的只要有什么 画面而已 我们其他的要的东西都不要 我们就把它点一下 像这个有没有 叫做什么 垂直轴直 有没有 这个我们把它杀掉 然后横条 我们也把它杀掉 我们全部都不保留 然后图例我们也不要 这样子 注意到这边会比较特别的 然后图表表题我也不要 我们都让它直接去掉 我要留的只是一个什么 对照图 对照图 那再来呢 我们要开始做这个对照图的时候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针对什么 图表去做它的那个样板 样板 因为你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折线图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 万一讲你要改的话 你可以干嘛 点 随便点一个 然后选择什么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图表设计里面 我们会选变更图表类型 假设你们有达到我们说的 第一个是直条图 第二个是折线图的话 你可以把它自己干嘛去改 自己去改 那我做说明 因为原来可能有的人会变更 你选的搞不好是给我选这种 什么意思 两个都是群组直条图的 有没有 有的人会选这两个都这样子的 它是比例做法是这样子 但这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这样做起来是两个资条图 没有什么特色 那我们可以直接干嘛 我把它改第二组 第二组 主额图 我把第二组改成折线图 有没有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再做动作 动作 第一个 这个折线图呢 我们点一下以后 按滑鼠邮件 选择 资料数列格式 有没有 就是我们什么的 辅助点这个数列的格式 注意到 我们要点的是什么呢 这里 填满于线条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干嘛 线条部分 我要没有线条 让它变成 要变成圆的 那标记这边呢 基本上来讲呢 很简单一件事情 干嘛 你先要做 你的标记是要什么 要做圆形的 要选这个标记选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内建的 内建的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 你要什么图案 我要圆形 还是要什么形的 这里有一大堆 你可以看得到的 有没有 可是你这样看的时候 一个问题 干嘛 全部都干嘛 黑黑的 我怎么知道 到底有多大的 很简单 你干嘛 这数字放大 有没有 当你一放大时 它会给你看一下 怎么样 有没有 图案是什么形 方形的 可是我不要方形的 我要圆形的 你就去找了 注意到圆形的 那会说 老师为什么 找不到圆形的 是因为注意到底下 底下这边 你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这里 它的 连结类型 有没有 你要选圆形 有没有 然后呢 端点类型 你要选什么 也要选圆形 这两个都选圆形以后 你到这边的时候 怎么样 它才有圆形 可以让你选择 特别注意到 我记得是这一个吧 对 有没有 这一个 特别注意到的 然后呢 这个圆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替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颜色有没有 请你看一下这个颜色 外框色彩 像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 可是你有没有填满色彩 来看一下填满 填满色彩没有 你应该要选实心填满 我要填的是什么颜色 其他色彩 那你自己可以打 你的RGB 有没有 红色 绿色 蓝色的 那个颜色 你要哪一种 或者你点这边 你自己觉得 你要蓝色 要哪一种蓝 你把它点下去 没有关系 然后你可以再调 你的干嘛 亮度什么 这个可以调 你就要哪一种蓝 是你喜欢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按确定 有没有 它就出来了 出来了 那我要讲的 就重点在这里 因为我们点一会呢 我们要的这个资料 有没有 请你要注意到 我的资料里面 要做对比 所以我的干嘛 要依照比例来干嘛 调它的圆形大小 所以就要点一下 因为这里面的最大值得 人到说72 最大值是有72哦 所以我们要用72来算 就等于说大概干嘛 你的这个值有没有 你可能要乘上两倍 乘上两倍 所以我第一个值呢 可能啊 看你个人 我是给它直接干嘛 把它大小直接设 第一个我把它设16 看个人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你可以把它自己设 然后我再点第二个 第二个我可能设呢 我的数字我要改成56 我是乘上百分之一百四啊 乘上百分之一百四 然后再来第三个呢 我可能给它的是30值 第四个我可能给它的值是24 然后第五个值我给它14 因为它是大概10左右 让这个数字怎么样 全部都出来 它把它出来以后 出来以后呢 注意到 在这边要特别讲 我把它点外面这个框 有没有 我们要加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有图案的 有支条图了 我们还要给它干嘛 给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在这个加号里面 资料标签 然后要在什么地方 要注意到点一下 我们要选至中 有没有 至中 然后呢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至中以后 请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就可以移开了 这个图表里面 还要注意到 你现在看到什么颜色 黑色字 有没有 你可以自己选干嘛 常用里面 你可以把它字改成什么 白色字 有没有 然后我说我要出体 有没有 那甚至我要加大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点发生 什么问题点 因为你的背景 注意到刚刚我讲的 你这背景干嘛 是白底 那这个 怎么样 S轴的资料 变成了白底 就变干嘛 一样的颜色了 所以你必须在填满这边 点这个图表区 填满这边 你要必须给它一个色彩 什么色彩 我要给它一个 实行填满 但是颜色我不要蓝色 我可以自己给它一个灰色 你觉得哪一种灰 你喜欢 你就把它点下去 有没有 让大家去看 拿来去看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 然后我们剩下来讲 就开始要一个一个点 数列了 我第一个 我的外框一定要什么 线条 一定要无线条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的 这里面这个图案的部分 然后再来 标记的部分 你要看一下线条 有没有框件 要选什么 无线条 这个我们全部都是一样 每一个都点一下以后 都要选什么 无线条 不然会造成错乱 错乱 有没有 然后这样来讲 你再来看 这个直条图 就是所谓的销售 我反正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我不喜欢 我要配别的颜色 红一点的 你可以点一下 然后去找红色 然后你认为 怎样的红色比较合的 可以去跟它对比的 就可以把它自己点下去 点下去 所以在我们做这个时候 注意到一件事情 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 你的干嘛 一定要有一个背景色 第二个就是你的颜色 要选的比较干嘛 亮的 去搭配 有没有 会比较明显 像你刚刚看到这个 你看到 它这个字有没有 就变成干嘛 会被遮到 所以玩家你自己感觉到 这种字被遮到 你可以自己干嘛 去做调整 比如你说我大一点 可不可以啊 可以做的 就看你自己 或者你要选一个什么 比较特别的 比较深的字型 有没有 都可以 就看你怎样做 会比较好看 你就可以自己去挑 有没有 每一个都一样 我也可以这样常用的 有没有 我给他挑Alier 有没有 那Alier因为 看起来就很清楚了 有没有 你们分这一样 你都可以自己挑 因为 以目前来讲 看你自己的设定 你要哪一种的字型 会比较好看 好看你 然后这样做起来 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它的销售额 这个代表是它比例 它所占的比例 有没有 这就是一种 怎么样 对比 趋势 然后你还可以干嘛 销售额 你看 它占这么大 可是你看它比例 有没有 辅助点都是多少 10128 比例不对啊 比例没有出来怎么办 很简单 这个原因就出在哪 出在这里 跟你解释 这个工作表的地方 请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边会有一个 坐标轴选项 你现在看到是整个 图表的坐标轴格式 但是我现在针对这一个 来做点一下 它也有 它有什么 值 显示指引线 这个有没有 你要都干嘛 我们要先爬 不能关掉 你要先点这个 储存格的值 然后去指它的范围 是什么范围 没有 要把它代替这个 确定 然后我把下面这两个 值啊 显示指引线 对吧 干嘛 打勾去掉 这时候你就看它变成什么 百分比了 有没有 直接就对应上了 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 就是说 这样子来讲 你的资料 会很清楚 让人家看得到 它的一些趋势 一些对比 很方便 很方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